我们现在打一个边路档台 你俩在这边打 他要是蓝色的话 你就往中间走 然后你在那个角上 你在最远的角上 因为他那边心防不了 你俩就在这二打二 如果他要是上场落雁物的话 你就下顺 或者是往中间拐 往中间拐 然后你还是往这边下顺 你懂我说啥吧 阿迪丽你要明确 他只会右手 在防守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保证篮板球 因为你没有篮板球 你就没有进攻的机会 知道吧 然后像刚才一样 坚决出手就投 不用犹豫 相信你们自己 好不好 我们来追攻雨 一二三 来 刚刚 两分钟时间 阿迪丽 和张展瑜的对抗 两分钟内切分晓 展瑜防晓 再往脚去 张展瑜 依旧是防阿迪丽的右手 欧俊瑄提上掩护 转盖运营步 直接出手 来自阿迪丽 一三 一三 身份命中 再来自阿迪丽 太恐怖了 看看阿迪丽这个动作 他保护再说 现在是我的时刻 防守 防守 大家又一次被拉荡 刚才又传给刘光耀 看看这边 回应求 选择 欢迎颜色 刘光耀 我要告诉你 我也能投 几分有缩至十分 防三分 现在十八比十四 制动人李胜利 还差一个三分 打开 右手 地勾之间还剩八秒 球军约会队友打开之后 三分再来 如果命中 阿迪丽将直接终结比赛 这下犯规 用一刀 防守把阿迪丽给撞倒了 以为三分线外犯规 所以要罚球三次 中年大拳 此时此地犯规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阿迪丽拥有了一次 站桩输出 来终结比赛 这下犯规 三次 三分线归 现在三次罚球 如果都罚进的话 罚进一球 十九比十四 他太稳了 我的天 中打开之后 三次 如果都罚进的话 好 就是 他太稳定了 太稳定了 太稳定了 二十比十四 二十比十四 五四 要阿迪丽罚进最后一球 这斗人将终结张展瑜的复仇之战 这是至圣罚球吗 与波同 scandalld 我很想要他 APP designs 非常完美 令人精彩 我有听到别人说 我很囂张 很慌 那是我的自信心 对 当时迎球的时候 .» 我没什么好说的 我就问你们跟我打拳舒服舒服 你问问他把我说啥了 你问问他把我说啥了 我现在摇手说不太舒服的意思 不舒服 大家我们自有防徽 那就是跟没有说一样吗 很好啊 但是很好 意思意思就是有没有教练都一样 暂停的时候就 就说不太舒服的意思 他在上面然后传给给我 然后就打一个挡拆这样子 我觉得两队这场比赛很精彩 三分球投的都很过瘾 不是朱总战术有问题 是伦哥 以没战术胜有战术 恭喜啊 恭喜 那其实按照规则 展玉这一队呢是会被全员淘汰的 后来就赞点月有了有了 经理人邓伦是有一个机会可以选择 如果你有想要复活的人的话 肯定得复活一个 冲男的肯定得复活一个 展玉 应该可以会被牢 这一组 对不起 暂时没有 张展玉又淘汰了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有想过会有复活的机会 但是我们的表现还没有达到 登轮经理人的预期吧 我觉得我们这个复活的名额 确实太少了 投了好几个三分以后 他自己的心里会有一点点的冲击 所以可能没有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有点可惜了 展玉是我一直比较喜欢的一个后卫 其实他今天整个防守 进攻端组织端非常不错的 展玉我想问问你 上一次一轮游 这一次又一轮游 有没有什么想说呢 就是上一季也确实非常遗憾吧 其实这一季来 其实是想证明自己的 但是 输了就是觉得很遗憾吧 然后这一季也是带着 为了证明自己这个目的才来的 海拳又没过也很无奈 非常的感谢三位球员 来到我们这就是灌篮 来到我们这天 这最后一带 这次可以进行 观点 离开 看着 这个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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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兰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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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地方要继续去加油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到了要抢队长的时间 四位 现在请考虑 就是各位导师 因为明天我就要去球队报告了 然后可能未来不会参加到这个节目 然后我想把我这个权利留给 我这个时候就要去球队报告了 就是把队长现在传递给阿迪利 对 好 所以我们问一下经理人动轮可以吗 可以 当然可以 所以我们这一轮四位教练就 抢的是阿迪利了 抢了 当然得抢了 因为抢这个谁都不会吃亏了 我们请四位考虑一下 确实刚刚阿迪利的表现太亮眼了 不知道阿迪利稳定不稳定 我有一些把握 可以在她下去之后把它抢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最好她不要被人选走 然后我们一会儿去搞她 对 如果她没有被人选的话 对 对 对 你觉得阿迪利可以 他打多少 我觉得我们可以选她 可以选她 然后因为我们后面不是还有换点机会吗 对不对 但是这样后会不会不太好 而且阿迪利我们个人从一个手柄角度就是最像 就是你要想到一点就是万一到了后面 真的没有好的人能选 怎么办 没热没有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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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没关系 来 我们现在四位教练 如果准备抢阿迪利作为自己队长的 请拍灯 一位 两位 三位 一位 两位 三位 荣幸得得到了三位教练的一致认可 除了彭哥 没有拍 所以现在呢 其实阿迪利呢 可以有一个反选的权利 其实我对她很了解 因为我们之前也在一起练过 然后她后来去了美国上大学 在她去美国的这些年里边 我听过一些消息 我们两个有一个消息 应该是她知道 我也知道的一个消息 所以我相信她应该会选我 怎么她要去新疆队 我喜欢你 来吧 你刚才跟我说啥了 是吧 你刚才跟我说啥了 我投进两个三分吧好像 然后我叫一个暂停 然后我说怎么着 跟你像不像 像你不 可以 我说我回你什么 大哥呀 你可真比我厉害 所以说你要到我队 我让你肯定比我厉害 阿迪利 你的能力 你刚才表现 确实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我的内心肯定是希望 你能够来我的战队 我其他的你比我厉害 但是三分 我可以让你就是更加厉害 然后我就觉得 光靠说不行 才有行动 我也有 这什么节目 巧克力加窗可贴 这个组合 太无敌了 同一个节目出来的 你们俩干什么 就是还在这样的 我生气了 好 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选择权 交给阿迪利 首先我想感谢所有的导师 这么吸引我 然后给他们的 给我这么大的评价 这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然后 这次我想选 他应该会想过阿迪利 就过去了 过阿迪利 这次我想选 周琪 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 不过你 不过你吧 我们把它一买